人全 祝福生日快樂 拜拜 中午放學時間 家長來接 孩子放學 學校老師提高警戒 因為基隆殺人未歲飯 一路逃到台北來 監視器畫面曝光 人線生西門町商圈 也讓附近學區家長 任性惶惶 年紀比較小 一定多多少少會擔心 因為她這個 因為這種意外 不知道隨時會發生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提早一點 想說早點過來接 那我今天早上一直跟那個女兒說 要所有陌生人 稍微警觉一点 因为其实要我看的话 我也其实也认不太出来 有时候不要跟奇怪的人讲话 赶快走 对 而且那那个声音很大声 家长担心到提早来接小孩 学校更提醒 每个学生都要携带防身警报器 一发现不对劲 轻轻一拉 警铃大作 校方更是增加上放学时间 巡查人力 校内 楼梯间 厕所等17个定点 保全更是从两个小时一次 提高频率 每小时巡逻一次 今天西门所的远警 有特别加派人力过来学校这边 早上开始我们学生上学的时候 我们就加派 派出了大概有八个人力 在学校周边这边去留意 看有没有陌生人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不止西门所远警 特别加强巡逻 双北教育局强调 5月22号暂停开放 课后校园场地 各单位绷紧神经 嫌犯落网前 不能掉以轻心 怀宇新闻林博汉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